最近大家都見到不少人會在其他地方生活 最近又有個朋友跟我探討一下關於一些報稅上的事 其實現在在海外生活都是一個很普通的事 有很多人是旅居的 有些朋友去旅居的時候經常跟我說 我沒有住夠半年 是不是不會成為這個稅務居民呢? 其實這個問題也有點難的 其實成不成為一個地方的稅務居民 當然看他在那個地方留了幾天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但是也有很多原因會令他成為當地的稅務居民 其實世界上不少的國家去徵稅都是行一個 global taxation system 也就是說如果成為那個地方的稅務居民的話 那個稅務居民全球性的收入都要交稅的 那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我朋友就比較緊張 因為他去了一個國家就是全球精髓 那麼稅率都是比起全世界來說都是相對較高 那麼他在歐洲那裡生活的 那麼就聊天他就說他沒有在那個國家那裡逗留超過半年 那麼所以就應該就不需要報稅啦 那麼就聊天 因為概括一點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的資料就說 沒有逗留超過半年 那麼就理論上就是不會成為稅務居民的 那麼但是其實就有其他因素 包括他在當地的連繫性強不強 都是要看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如在海外逗留了 我當五個月這樣 但是他在那個地方長期有一間屋 就準備好給他住的 譬如說他是當地有家人在那裡 那家人住在那裡 那裡有一間房就長期留給他 可以隨時進去住的 那麼這個因素也是會對於 有沒有一個很強的連結是有影響的 那麼這件事情就會令到 成為稅務居民的機會是增加了 那麼當然是否有一個 definite answer呢? 那麼全世界這麼多個地方 每個地方都有他的規矩 就很難說一概而論的 但是generally來說呢 如果在當地有一個住所 是隨時可以讓自己進去住的話 這個一定會令到自己成為 當地稅務居民的機會增加 所以呢 旅居的朋友自己都要了解清楚 當地的稅化 因為很多時候呢 旅居來說呢 那個收入來源未必在他居住的地方 但是剛好如果你住在那個地方 是全球徵稅的 按道理呢 你在全世界找到的錢 都要乖乖地交給他 那另外一件事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想知道多些的 就是關於這個 避免雙重徵稅的一些協定 那很多時候呢 有人會覺得呢 譬如我的主要居住地 是在亞洲的 那我只不過在歐洲 stay了五個月 那麼就在亞洲那邊 就交了稅的了 那既然亞洲國家和歐洲國家 簽了這個 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那我就不需要去理歐洲那邊的 這件事也是不一定的 因為呢 其實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假如你在亞洲那個地方的稅率是低的 那麼歐洲那個地方的稅率是高的 那假如是成為了歐洲那邊的稅務居民的話 其實是要補回那個差額的 譬如我在亞洲國家 就著這個年度的收入 我交了20%的稅的 而在歐洲那個國家那裡 我stay了五個月呢 它的稅率呢 當地就是30%的 stay了五個月的時候呢 成為了歐洲的稅務居民呢 都仍然是需要補回那個 10%的差額的 那當然可能就是說 不是逗留了全年喔 只不過是逗留了幾個月而已喔 這件事會不會有些調整呢 那就要問回當地的稅務專家了 我在這個內容呢 就是 約略呢 講那個概念給大家聽的 那 如果剛好你是想了解英國方面的稅的 那 我們是 有一個合作夥伴呢 都可以提供一些意見的 那 有需要也可以 留個聯絡方式給我們啦 好啦 那今集內容先簡單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